3分钟的笔记系列,二是操作Static,Colombs Law Example,正电磕库论定理的例子 选择1987年AFO Paper 2第30题 题目指示4个电磕分别在正方形的4个角落 我设定正方形的边场为R,正一方面我们计算 在W上是正的大阶Q的电磕,在X上是负Q 这个电磕受到一个静的电磕拉向左边,这是Resultant Force的静力 在Z上也是负Q 在Y上的电磕未知给小阶Q,想用大阶Q去表示Y的电磕 W会拉X过去左边 在Z上是负Q 这个双斥力会推在X上的负Q直向上 多了一个垂直分支力 结果是X受到一个左边的静力的话,它是没有垂直分支力 在Y的电磕会抵消了Z对于X推向上的双斥力 它会拉着它,拆开了两个component 垂直分支,淺蓝色这个抵消了Z推向X向上的力 另外一个分支打横的就是加大了W对于X的拉力 没关系,加大了最后也是跟我们的结果吻合的 我们的结果只要是这个方向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要先决定Z和X之间的双斥力 by这个负轮定理,负Q,负Q,4πε,r² 不是定理,Y和X的距离就是 就是Y的吸力 那是Q成了呢? 你看起来,负Q $1,5πε,2 开方2R的2次 但是未完的 正方形对角线平分直角45度 蓝色的分支要乘以45度 最后计算到Q是正的开方2Q 答案就是E 希望不得了大家